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FINTV 我是阿芬 我想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超级老玩家 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 我们的皮卡丘从1997年动画开播到现在以来 好像每过几年就会瘦个一圈 变得越来越苗条 不过有的人喜欢他瘦瘦的 也有的人会喜欢他胖胖的 其实改变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情 而即上一次和大家分享了许多曾经被淘汰掉的废案设计以后 我们今天这集影片就是要来和大家继续分享 更多曾经被官方更改过的设计 被官方整形过的十只宝可梦 首先的 第一个要先带大家回到好久好久以前的红绿游戏时期 就在那个宝可梦动画还没有开播的1996年 在游戏之中的皮卡丘 他的身体颜色并不像是现在大家所看见的全部都是黄色的 我们仔细一点看不管是红绿版还是蓝版 他在肚皮的部分就像是我们雷秋一样 很明显有一块圆形的与身体不一样的颜色 这个部分在童年的赤红与青绿的宣传海报上 则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 原先皮卡丘的外形设计 肚皮就像是雷秋一样是白色的 但是这个部分在隔年的宝可梦动画里 就被更改成全身黄色的 就连在后来所发售的黄版游戏 整体造型也是更加参照了动画之中的形象 把白色的肚皮设定给改掉了 那这之后的历代样貌也就是大家较为熟悉的配色了 除此之外较多的差别就是在画风上还有身材上的不同了 下一个我想要带大家看的呢 是比起初代红绿版更加久远的以前 在那个宝可梦甚至不叫做Pokemon 而是叫做Capsule Monsters的年代 在当时有许多的宝可梦都只是以草稿概念图的方式呈现 像是钻脚西兽就是当年经典的封面兽 被作为呆在主角旁边的重要角色 看起来与正式推出发售的样子 在外观上并没有差到非常多 至少还是认得出来 那旁边的这位应该是半截亚士的原设计样貌 看起来变成了一只头大身体小的怪兽 但是特征也都有被保留下来 另外像是带兽、带咳嗽、大舌头、蛋蛋、尼多王、臭尼、耿鬼、野蛋树 尼多兰、霹雳电球、尼多朗、尼多厚 也都没有差的非常的多 现在的样子主要就是把他先前的草稿 将身材还有五官的比例再次调整成更适当的样子 但是妙蛙草的部分就和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妙蛙草造型差的有一点多了 现在的造型是妙蛙种子的身体稍微长得更高了些 背后的植物开成了花苞准备迎接最终进化的大开花 而在原先的草稿概念图呢 的确背后的植物同样是开花绽放了 但是我们这底下的身体呢 似乎好像快被这朵大植物给压得快喘不过气来了 整个平平的趴在地上好像很难移动的样子 看到这个草稿图就让我想起在第三世代页律版本里 关于妙蛙草的图件说明 当背上的花苞长大之后 他似乎就无法再用两只脚站立起来了 在原先还以为这段说明也太夸张了吧 我们在动画中游戏里明明就还可以看到 妙蛙草妙蛙花用他的四只脚活泼的跳啊跳啊 结果原来这个图件的叙述是在指原先在草稿上设计的这个妙蛙草啊 他看起来的样子的确是非常难用他的脚站起来没有错啦 我个人对于官方让妙蛙草可以再次用自己的脚站起来是很支持的 如果因为进化被植物压的眉马站起来 这个设定也太蠢了吧 而在霹霹电球旁边的这一位呢 若是没有看说明大概也很难猜出他是谁吧 据官方说明呢 他就是我们列阙原先被设计出来的样子 相比起现在的放在一起来看真的是长得非常浮素 简单来说就是一只鸟 我个人的部分是觉得现在的样貌是更加具有个性的 而尼多朗旁边这一位呢 当我说出答案肯定会有很多人幻想破灭吧 这个据官方的说明呢 他其实是皮皮的原设计样貌 天哪 我觉得这超级像是脊梁脊颈的杀手皇后的 他们怎么会想要把皮皮做成这个样子啊 我们把现在的皮皮放在他的隔壁一起来看 现在的真的是可爱太多了吧 那在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看到下一张设计超稿图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找到有许多熟悉的亲切面孔 像是卡拉卡拉 凯罗斯 鬼斯 独角犀牛 水剑龟 风树狗 马脑水母 赤甲贝 海猩猩 曼腾怪 但是这其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有几只宝可梦 他原先的设计是和现在的样貌有些许差别的 就像是这里的飞天螳螂 他原先的样子我觉得其实除了手以外 已经有点不像是螳螂了 看起来就像是混种奇美啦 将螳螂的手又混进了其他物种的身体一样 那下半身不知道为什么十分的肥胖 感觉要飞起来都会有点问题 而拉普拉斯的部分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少了他非常可爱的螺旋状耳朵 整个样子看起来就像是换了另外一种宝可梦了 相当不习惯另外官方还有释出一张 赤猴的早期形象概念图 里头的拉普拉斯不但是同样没有耳朵的版本 而且他头上脚的位置大家看一下 变得了不是在头顶 而是更加靠近鼻子的地方 那在拉普拉斯下面的这一位 长着有螺旋形身体 还有大大嘴型的异形 我原先以为他就是我们橘石兽 又或者是多次橘石兽的设计原型 并竟就是长得都是螺旋状的 但是大家看到他下面缩写的这个名字 其实这就是我们超级帅气的暴鲤龙的设计原型 完全长得就是天差地远 若是你没有跟我讲他的名字 我可能一辈子都是猜不出来 长得超级惊悚的 我觉得唯一有被保留下来的特征 应该就是他这身上的两根长长的处须而已了吧 那下一个我想要提的宝可梦呢 是魔墙人偶 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熟悉的魔墙人偶的样子 而这个呢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 当他还叫做吸盘人偶时候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察觉他们其中的差别啊 我们一起来算算看他们两个的手指头数目 这个魔墙人偶呢也就是现在版本的 是拥有五根手指头的 而以前呢 吸盘魔墙是只有四根手指头的 想不到吧 而这个四根手指头造型的吸盘魔墙 官方从第一世代的红绿版本 一直到第三世代的红蓝宝石版 都是使用这个造型 是一直到了2004年 当初的火红叶绿版本的时候 在游戏内的他才正式转变为五根手指头造型的 之后呢就一直持续用到现金了 下一个要和大家分享的宝可梦呢 是火制机 火制机在很早期很早期的造型 在头上是长着有两个大大耳朵的 就像是美国队长阿拉雷一样 有一对小小的翅膀 然后他下半身的部分 是还没有从蛋壳上完全脱落的 我觉得完全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火制机 超级可爱的 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也很像是包着尿片的感觉 可能就比较不会让玩家联想 他将来会是一只强力的宝可梦 而另外一个也同样是早期的设计概念草稿 这一张就比较像是我们现在所在游戏内看到的火制机造型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头上的这两侧耳朵 变成了中间竖起的黄色头发 下一个不得不提的呢 就是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的宝可梦 战武狼啦 战武狼是第二世代才加入的五位小子一家的圈搭脚踢担当 在平常待机的时候就会像是跳舞一样左右踏步踏步 在攻击的时候会像是脱落一样 倒过来利用回旋来增加破坏力 而就在1997年的BETA版金银版游戏的宣传封面上 我们看到这个班基拉斯左下角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战武狼设计原型了 他的上半身有一点像是皮皮的样子 下半身就是陀螺的构造 每一面都有一条腿 而就在释出了这支宝可梦设计以后的半年之后 官方又再次更改了他的设计 变成了比较像是现代版战武狼的样子 不过旧版的样子反而会让人感到奇怪 究竟哪里是你的头哪里是你的腿 眼睛又是哪一个 我个人是最喜欢最终版本 就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战武狼的 下一个和你分享的宝可梦呢 是第一世代编号01世的铁克勇 铁克勇是独角虫的进化形态 他作为大家十分熟悉的铁甲勇的对立宝可梦 同样都是不能靠自己来移动 技能组都只有变异这招的充用宝可梦 而意想不到的事 就在1996年宝可梦初代 蓝版里头铁克勇的设定 是拥有着像是飞天螳螂一样 镰刀撞双手的 尽管在游戏中铁克勇无法使用 任何有关斩棘类的绝招 但是他曾经拥有过镰刀手的设定 可是千真万确的 就在万代很久很久以前 所发行的Cardas 手机卡当中 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他举起双手非常凶猛的样子 但是可惜的部分是 在这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过 铁克勇把他的镰刀给拿出来了 那么今天的分享 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 其实宝可梦这个IP 已经陪伴了我们24周年时光 我们的世界社会经历过了 世代变迁 人们说喜欢的东西 也是不断不断的改变 而新世代宝可梦的造型 风格会变得更加符合 现代年轻一辈的神秘观 价值观也是必然的事情 当我们看到官方将曾经已经设计好的草稿设计图 一次又一次的淘汰做修改 我觉得很值得开心的是 他们是一直用尽全力要尝试给我们 他们觉得是最好的设计 而我想这应该也是 宝可梦系列游戏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 都如此受到大家爱戴的其中原因之一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集影片的话 帮我们的楼下留下个喜欢给我们个鼓励 分享订阅这张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将来最新影片了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